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部电视剧的好坏演员占了一半 两位男主龚俊张哲瀚外形都是五官立体 眉眼深邃的气质型帅哥 尤其是龚俊的古装扮相 四拼拼公子 仿佛书中走出来的人物 也难怪他被称为古装男神 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周也 也是新生代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演员 他在《少年的你》饰演的未来角色 为他圈的无数 也给山河令带来一定的观众基础 这样的演员阵容能不火吗 二 完美还原原著作为书改的电视剧 山河令的剧组没有对书里的情节磨改 而是尽量还原书里的情节 让原著粉非常满意 而且没有看过原著的观众呢 也能够快速理解电视剧要表达的感情线 要知道呢 很多大IP改编的过程中 很容易魔改原著 引起原著粉不满甚至抵抗 而山河令编剧尽量还原 无疑是很好解决了书改剧的一个常见问题 大大增强了观众源 三 剧组诚意满满 剧组的满满诚意观众可以一眼发现 山河令的剧组经费有限 甚至还比不上陈琴令拍摄的经费 然而剧组穷且意见 尽最大努力还原了原著的场景 服装 道具 造型 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前来的演员适合角色 片酬又不至于太高 因此剧组将大部分的重心 都放在打磨电视剧本身 比起请大明先出演 剧本却粗糙经不起打磨的剧组 山河令这样诚意满满 质量又经得起推敲的电视剧 获得观众的青睐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四 剧情有张力不单薄 比起近些日子某些情节脱塌 注水严重的无脑古装剧 山河令的剧情可谓是一波三折 跌宕起伏 第一集播放后 豆瓣评分高达8.2 这对于成本较低的古装剧 已经是较高的分数了 而山河令没有像观众担忧的那样 高开低走 而是全程高能 让人欲罢不能 而豆瓣评分呢 也是涨到了8.6的分数 不减反增 而最后一集大结局中呢 奇名要术的出现引人深思 把整部剧的精神层次 霸高了一个水准 不仅仅停留在武侠和丹改剧的层次 这样的设计也体现了剧组的良苦用心 口碑炸裂一路走红 也是正常的事情 总结来看呢 山河令这一部电视剧 虽然是当下流行的题材 丹改电视剧 却没有给观众粗质烂造的流水作品 而是利用他本身的情节 打磨了一部演员 剧情都很优秀的高质量古装剧 有这样的一部剧 观众怎么会不买账呢 也难怪龚俊能够完全展现自己的魅力 收获一大批粉丝了